观世界看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欧洲卫视 环宇天下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英国卫报周六发表的一份报告说 化学事故正在美国各地持续发生 大约每两天就有一起 报告说 本月早些时候 在俄亥俄州发生的火车脱轨事故 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 但这种事故正在以惊人的规律性发生 根据政府问责办公室 在202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 美国全国有近12000个设施现场 有极其危险的化学品 如果意外释放 可能会伤害到人 环境和财产 这些设施包括石油炼制厂 化学品制造商 冷藏设施 化肥厂 以及水和废水处理厂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的数据 从2004年到2020年 上述设施发生了超过2425起事故 根据非盈利组织 防止化学灾难联盟的数据 截至2月18号 今年美国发生了 30多起化学品泄露事件 大约每一天半就有一起 去年该联盟记录了188起案件 比2021年的177起有所增加 2月25号晚 法国法华工商联合会 在巴黎华天中国城酒店 隆重举办协会成立30周年庆典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陈栋代办 领桥处万磊参赞 李承源依密 法国华娇华人会蔡军柱主席 以及旅法各社团侨领 中资机构企业代表300多人 参加了当天的庆祝活动 现场来宾观看了 由欧洲卫视制作的宣传片 大家一起回顾了 法国法华工商联合会 30年的发展历程 法国法华工商联合会会长戴安友 首先上台致辞 他表示 30年风雨同舟 见证了法华工商联合会 全体同仁和协会 共同成长的历程 他感谢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和旅法桥界各社团 长期以来对协会的关心和支持 感谢协会全体成员的信任和付出 希望与全体会员携手共进 一起迈向下一个30年 法国华裔青年协会会长蔡医生 感谢法华工商联合会 为新生代搭建更大的活动平台 他表示 将继续与旅法各大协会一起 加强华裔青年与法国主流社会的沟通联系 引导华裔青年参与法国社会各项活动 并在反对华裔歧视和亚裔歧视 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等方面 做出努力 法国复兴党巴黎市党总部书记处项目书记 兼执政党巴黎三区支部书记叶飞燕女士上台致辞 他表示 但恩有会长一直希望推动华二代青年接触法国政治或公共事务 为华社培养储备人才 这也是他促成法国华裔青年协会与工商会合作的源起 目前他还在积极联系国会反种族歧视监督委员会 尽量让华人青年进入法国公民运动的主流机构工作 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蔡君柱代表旅法乔介 向法华工商联合会表示祝贺 他称赞工商会在历届会长的带领下 始终秉承促进海外华商团结 扩大与中国工商界往来 加强与法国工商界合作的建会宗旨 当好中法经贸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的桥梁和纽带 并一直关心支持祖国和家乡的建设 相信凭借多年的会晤经验 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 协会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历史使命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陈栋临时代办 高度肯定法华工商联合会成立30年来 在促进中法经贸交流和友好合作 支持家乡和祖籍国发展 构建和谐桥社和维护桥义等方面所做的工作 勉励大家响应时代号召 抓住历史机遇 发挥自身优势 进一步促进两国民间友好和各领域交流 以中法元首外交为引领 推动新时代中法和中欧关系 迈上新台阶 协会秘书长郑舒奇 青年美元陈航 宣读了来自国内桥部门的贺信和贺电 华裔青年夏雪儿 向法华工商联合会献上锦旗 感谢戴安友会长 为他在中国学习中文期间 在拘留手续上提供的帮助和关照 陈栋临时代办万磊参赞 戴安友会长 以及法华工商联合会三位老会长 张大义 江学春 郭志敏 为协会成立30周年 切下生日蛋糕 大家共同祝愿 法华工商联合会的明天更美好 法国巴黎华青艺术团 法华工商联合会 法国浙江商会 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为晚会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法华工商联合会 还准备了抽奖活动 奖品有茅台酒 和价值300欧元的化妆品 以及价值1000欧元的中法往返机票 庆典现场气氛喜庆热烈 欧洲卫视巴黎报道 节目最后 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6日 西班牙马德里 人们在广场集会上 呼吁结束乌克兰冲突 这是由乌克兰协会呼吁的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6日 肯尼亚卡贾多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 会见了来自马赛社区的妇女 在她访问肯尼亚的第三天 她了解到干旱对牧民社区的贫困影响 2023年2月25日 法国塔恩省 一场名为猎户座的大型军事演习中 法国伞兵从A400M飞机上跳伞 以上就是本期 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 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